扁鹊见蔡桓公 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神医 一天,扁鹊去见蔡桓公 站了一会儿,扁鹊说 大王,您有病在皮肤下 要是不赶紧医治,恐怕会加重 蔡桓公见扁鹊第一次见到自己 就说自己有病 心里很不高兴 说,我没有病 扁鹊只好退了出去 蔡桓公对身边的人说 医生总是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 把这当成自己的功劳 过了十天 扁鹊第二次去见蔡桓公 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到了血脉 要是不治,会更加严重 蔡桓公没理睬 又过了十天 扁鹊第三次去见蔡桓公 说,大王啊,您的病已经进入肠胃 要是还不医治,就来不及了 蔡桓公听后,不以为然 十天后,扁鹊第四次见到蔡桓公 这次,他远远地看了蔡桓公一眼 就转身跑了 蔡桓公觉得很奇怪 就派人去问 扁鹊说 大王先前的病,我还能治 现在他的病已进入骨髓 我无法医治 因此,不再过问了 过了五天 蔡桓公果然感到浑身疼痛 派人去请扁鹊 可扁鹊已经逃到了秦国去了 没过多久 蔡桓公就病死了 妈妈问 扁鹊第四次见到蔡桓公后 为什么转身跑掉呢 多虽然是高兴 第三次见到蔡桓公 究竟是完美三 差段公已经排好 GC5 你甚至这个 我不是做的